中国男性胡歌过去凭借仙剑奇侠赚爆红 所有跟凭借狼牙榜人气在盘高峰 没想要先前他在微博发文表示 如果未来五年不拍戏了 粉丝们是不是还会支持他 疑似宣布淡出演艺圈 消息震惊不少网友 因来部分粉丝批评认为他胡言乱语 伤害了很多人的心 更有人很批他结婚后 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拜托他清醒一点 日前他出席电影宣传活动时 韩剑怡严肃的表情回应了这件事 胡歌谈言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人 大家眼里的他似乎时不时 就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强调自己的底色 跟大家看到的样子很不同 经常会自我矛盾 内心有很多纠结和挣扎 复杂内心活动再次引发热议 周知彦 杨卫谷的国家 我们下注的造型 甚至于将会下注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合可能 身份上是第一个招待终的